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你想要自己設定 CC數大概是怎麼設定 那首先我們先看你是要用 雙孔的還是要用單孔的去做你的流量 都可以 因為今天看你是要做單杯還是雙杯的量 那我今天是用雙杯的量 那我們現在先磨豆 那磨完之後我們 再連續萃取件這一顆啊 我們只要把它長按 OK那在閃爍的時候就是 閃爍的時候就是它 要那個可以設定的模式 那這一台可能再沒有 再繼續下一個動作 它消失就沒有了 那我們就再重按一次 OK 好那今天我要設定的是這一顆 那我現在設定可能就是 雙杯量加起來是60 所以在一杯當中 你就是一杯是在30ml左右 那按下去的時候你就 加 看你是要 連KLIMA為30ml 還是要沒有KLIMA30ml 來取決你自己的喜好的那個CC數 OK 好那我加KLIMA為30ml左右 那把它按掉 好那這時候 把它移開 我們先把它倒掉 然後等下再重新看一次 是不是我在按的時候 它會自動在那個CC數停止 OK 那我們就直接扣上去 然後按剛剛設定的按鈕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那看停止了 差不多就是剛剛我們設定的30ml左右 對那這時候設定就完成了 就是這個問題 我可以跟著這一架 好嗎 是不是 是因為這幾個地方 說不需要的 可以 就是這一個 坐在這兩個地方 我可以按下去 這個是最好的 這一個 但是我們可以按下去 我們可以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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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